我有說那整排停的車子要怎麼說 他說那你這車牌是註銷的啊 大太陽下 林姓車主和拖調車遠景持續的溝通 但遠景堅持將車輛拖走 但看看周邊地面上沒有發現 為何要將車輛拖走 他說民眾檢舉 因為我這次註銷車牌 然後我請問遠景 那你有沒有什麼公文或者是告示 通知給我看一下 那遠景說沒有也不方便 那我說那車牌註銷沒有錯 但我是停在路邊 我也沒有影響交通 林姓車主將皮卡貨車停在家門口 但因為驗車始終沒有驗過 牌照遭到註銷 不能停在公有道路上 7月中旬遭到警察局脫掉 雖然車主承認車牌確實遭到註銷 但仍然氣氛難平 我們所知道的法條是應該 牌照註銷把牌照拿走就好了嘛 那為什麼一下子也沒通知 也沒什麼就 毅然決然把我車子拖走了 然後拖到哪裡也不知道 為懸掛有效耗牌停於道路 把它拖到本隊的拖吊場 至於車主呢 如果要把車子領回的話 本人可以攜帶相關證件到我們拖吊場 但是因為那個車子已經大牌被我們註銷了 所以已經繳回監禮站 這個是沒大牌的車 它要領回的話 可能要請車主自己顧拖吊車把它拖回去 其實這輛皮卡貨車對車主來說別具意義 因為他是過世兒子生前最喜歡的車款 當時車主買來送給兒子 鼓勵他勇敢看癌 鼓勵兒子不要因為治療的關係 不要一直躲在房間裡面 能夠走出來見見陽光 那當然109年兒子走了 我一直想把這部車 留下來做一個念想 值得回憶 甚至於把兒子的以前的使用的電話號碼 我到現在還是保存的 只是作為一個父親對兒子的念想 雖然最後兒子仍然沒有挺過病魔 但林先生依舊把車子留下 用來懷念兒子 車主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幫他解套 驗車不過的問題 讓他不用三兩天再跑拖吊場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